导温杯吧导温杯吧 导温的帽子 导温的球鞋都是非常百搭 不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益导体制吧 各样模特一身红装精细走上 Dior Man 2021秋季男装秀 展现少年光彩本物 未来可期的面貌 红色皮衣酷帅不羁 搭配卡通印花裤子 是摩登界的美男子 没错了 小凯这一身 简直是宇宙中心的一团火 熊熊燃烧着A先生的心窝 在红袋部分 则身穿Dior Home 2021 秋冬系列白衬衫亮相 白色衬衫清新阳光 完美驾驭不同风格 既是不羁少年 也是优雅绅士呢 这个可以多变风格的美少年 不仅让A先生想起 他的GQ秋冬刊 封面的大片 王俊凯身着Dior Home 2020秋冬系列 立体花朵装饰灰蓝色风衣 颇有一种贵公子的feel 小凯的脸是扛得住的高颜值 寸头造型太帅了 在A先生所有的怦然心动里 他依然能拔得头愁呢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这次来参加Dior的活动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期待吗 因为是又一次的传承经典和创新的两大理念 融入到设计当中嘛 也是非常期待 而且听说这次还有很多童趣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你觉得童趣的点在自己的身上有体现吗 这次的设计师的很多元素都是一些比较可爱 有一些可爱的元素在里面 就看起来非常童真 非常的可爱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这样的男孩子吗 我觉得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嘛 可以来推荐一件Dior的单品吗 我觉得就是Dior的球鞋吧 因为我觉得Dior的球鞋都是非常百搭 说起来小凯还真的是一个热衷于球鞋的时髦精呢 不管是日常工作还是参加活动录节目 基本上球鞋都是他的首选之一呢 这不前不久就又兴奋地晒起了自己的新宠 全新Dior B27运动鞋 另外Dior Jordan联名款球鞋 无疑也是当下时尚界的人气王 小凯一上脚是运动活力少年本人没错了 属于男生们都会必备的新弄款 如果你穿Dior的球鞋 你会选择如何搭配呢 我觉得这件衬衫就是一件非常简约 然后有很干练的那种风格 最近有入手什么时尚的好物吗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最近的话还是一些屌的帽子 或者是球鞋都是入手的比较多的 冬季穿搭显瘦的小新鸡是什么 小新鸡显瘦 我觉得是我的话就是不穿秋裤秋衣 因为我确实很少穿秋裤秋裤 感觉小时候不穿秋裤秋裤 不穿惯了就不太喜欢穿 除非是特别特别冷到不行了才会穿 对于刚步入20家的男生 你觉得最该拥有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该拥有的是 保温杯吧 就是保重身体这样 不要着量感冒了一下 保温杯吧 保温杯吧 保重身体这样 不要着量感冒了一下 你认为自己是异兽体质吗 不太算异兽体质 其实因为我在剪的时候 就只要一吃就会立马就会 还回来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就是不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异兽体质吧 就不会打算 tapi怎能点赞噢 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后 yine变成 Gates那个 太短uci质 轻态 然后